刚刚划过一道闪电 大家有看到什么吗 那是球哥闪亮登场啦 大家好 这里是爱好数据分析 又独奶的球哥 喜欢球哥的记得点点订阅哦 NBA常规赛火热进行中 辉雄继续西北之旅挑战爵士 辉雄上一场惨败给C狼后 队伍的表现不如意 也让球迷对他们的产生很大的疑问 而对手爵士此前刚取得三连胜的好局面 此战又是主场作战 爵士势必要拿下这场比赛 跟随镜头 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 本场比赛的全部过程 比赛一时 贝恩外线开火为辉雄先生夺人 辉雄顺势得到7比2的不错开局 爵士则是依靠辉雄就将康力的发挥 还了一波8比2反超比分 之后双方比分陷入胶着 辉雄在贝恩和莫兰特的发挥之下 取得领先 而爵士依靠怀特赛德等人的发挥夺回优势 并扩大分差 首期结束 爵士30比27辉雄 进入四季 双方延续上节后段 你来我往的局面 分差一直在1到3分左右徘徊 领先优势多次一逐 并多次出现平分 本期后段 爵士打出一波11比4得分高潮 一举将分差拉开 奥尼尔压少三分 帮助爵士领先就是更一式 半场比赛结束 爵士60比54灰雄 一边在战 康力外线开火 拉开下半场大幕 爵士顺势打出一波8比3 将分差拉开之两位数 而灰雄也是利用外线火力 打出一波11比2 还以颜色 并将分差破近至两分 关键时刻 奥尼尔的外线开火 帮助爵士稳住局面 而灰雄在本节中段 再度打出一波12比2 一举将分差抹平 并反超 之后 双方交替领先 戈贝尔和康力连续得分 帮助爵士夺回领先 结束前三节 三节结束 爵士96比92灰雄 末节决战 比赛陷入白日化 双方比分交替上升 贝恩和莫兰特连续得分 帮助灰雄在本节后段 将比分反超 关键时刻 伯格丹诺维奇 连续外线开火 帮助爵士稳定局面 但是关键时刻 爵士连续犯错诵 给灰雄逆袭的曙光 而灰雄笑纳大理 尤其克逊 外线开火完成绝杀 米切尔高难度后养不中 葬送最有希望 全场比赛结束 灰雄119比118 险胜绝世 本场比赛 灰雄球员贾莫兰特出战36分中 30投9中 其中3分球10投3中 罚球14投11中 得到32分 4篮板 7主攻 2抢断 从数据结果来看 32分的发挥算是非常不错 但比赛过程来看 30投9中 显然不如人意 但好在 今天幸运女神 是站在灰雄这一边的 除了最终的绝差之外 灰雄今天有三位球员 得分上25加 状态非常在线 而绝世的当家球星 米歇尔今日的发挥市场 也注定了比赛结果 但是相比起来 灰雄最亮眼的心情 还得是莫兰特 此战虽然状态中规中矩 但在场的作用效果 对灰雄来说 是不能否认的 目前 灰雄以9胜8负的战绩 位列西部第6名 很大的功劳 都是来自于莫兰特 莫兰特的窗角 就像是 安了进口的弹簧一样 他从进联盟一开始 就锋芒毕露 第一个赛季 就力压双元西安 拿到最下心秀 他并不是盲目地拿球 就往篮下冲 而是在高速行进间 洞察着防守者的位置 然后利用他超强的身体 控制能力 做出一些动作 让防守者无法跟上他 随即完成进攻 他终结进攻的方式太多了 背后运球到篮下完成爆扣 加速转身过掉对手 一击秒传 大变相的投篮 他的打法 就像曾经的艾弗森 太像了 他身高更高 因此他会更多地 用扣篮点燃进攻 早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 莫兰特接受TNT电视台嘉宾 奥尼尔的连线采访时 被问道 自己是现役联盟中 第几的控球后卫时 莫兰特毫不犹豫地说 自己是现役前五 旁边的韦德 也赞同了莫兰特答案 而那时的莫兰特 刚刚结束自己的 第二个NBA赛季 场均19.1分 四篮板 7.4主攻 季后赛的五场比赛里 莫兰特场均30.2分 4.8篮板 8.2主攻 那时 二年级的莫兰特说自己 是联盟前五空位时 引来了不少球迷的嘲讽 有人说 先超过库里 利拉德 保罗 威少 欧文再说吧 如今 在自己的第三个赛季 16场比赛战霸 莫兰特场均25.1分 5.9篮板 7主攻 1.6强段 其中 场均得分 联盟第九 场均助攻 联盟第十一 在11月12日 再次谈到这个话题时 莫兰特说道 我就是前五空位 你不同意 那是你的意见 很快 做到的事情 时至今日 欧文本赛季尚未出场 暂且不论 但莫兰特的稳定表现 也好过时而超神 时而超鬼的威少 而利拉德 本赛季开局状态 也显得有些迷失 在上面列出的五人当中 莫兰特排到 库里保罗之后的第三名 也算是有理有据 事实上 除了数据统计里的 常规数据外 莫兰特还有一项数据 是领跑去联盟的 而且格外耀眼 那就是内线得分 也就是说 在莫兰特本赛季场军 25.1分得分中 有15分是冲击内线取得的 这项数据排名第二的是 约奇奇14.6分 第三戴维斯14.6分 第四杨尼斯14分 甚至在前十里面 除了莫兰特一名后卫之外 清一色的都是内线 或者风险球员 在这个时代的NBA联盟当中 一名后卫场军得分 超过一半来自于内线 这是不敢想象的 而且场军15分的内线得分 力压戴维斯 约奇奇 杨尼斯等一众NVP级别内线球员 由此可见 22岁的莫兰特内线杀伤能力 甚至这样的打法 在韦德 罗斯 以及巅峰微少之后 也不多见了 年轻的灰熊 在这赛季具备了一定 腥风作浪的能力 但西部的前列球队表现 实在太耀眼 灰熊与之相比 能量还是小了一些 但这并不会妨碍莫兰特 成为联盟新一代领袖巨头之一 不妨做一个猜想 把时间调回2019年NBA选秀 皮湖真的还会没有悬念的选择西安吗 显然西安不是水货状元 他已经打出了场军27分的数据 只是作为一个球队的领袖培养 西安和莫兰特可能有一些天壤之别 尤其是莫兰特展现的领袖气质 让灰熊从西部渝南球队开始蜕变 强如田瓜安东尼都承认了 莫兰特是NBA的未来 但西安还在新赛季的开局选择养伤 在身体健康的抗压方面 莫兰特比西安做得更好 而且就数据来说 莫兰特开始变得得心应手 进攻手段也更多了 和湖人的比赛 莫兰特没有命中关键球 詹姆斯坦言 这能促使莫兰特更加努力 强如科比也在年轻时候头丢关键球 不过莫兰特在詹姆斯 安东尼以及威少等成名已久的巨星眼中 疯狂砍下40分 三篮板10助攻 三分球7投5中 同时展现了自己强硬的身体素质与运动能力 你必须感叹一句 莫兰特的运动能力太出色了 连克莱·汤姆森的父亲都称赞 他是历史最具运动能力的空位吧 堪比年轻的罗斯和巨峰为上 年轻时候的罗斯被称为飓风玫瑰 风驰电车的速度是罗斯的标配 不需要减缓速度就几非爆扣 那时的罗斯确实无人能挡 如今在汤姆的影中 莫兰特的运动能力比起年轻的罗斯更强 这样的称赞确实太高了 不要忘了22岁的罗斯就是MVP 莫兰特已有机会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与威少的对位仍能砍出40加3加10助攻的数据 年轻的莫兰特已经彻底适应NBA 威少的运动能力在NBA也是出了名的 永远如同一头野兽一样打球 实际上莫兰特也是如此 当然莫兰特运动能力是否比年轻的罗斯和威少都要强 汤姬的评价是有很多个人感情 至少说明了莫兰特的运动能力是出类拔萃的 而且莫兰特的三分球在年轻时候就练出来了 这一点更为难得 很多人认为莫兰特可以拿下最佳新秀 主要原因是西安受伤缺席太多比赛 但球哥要说的一点是 伤病也是比赛的一部分 而莫兰特加盟灰熊之后的战绩变化是有目共睹 健康的西安很强 但运动能力出色的莫兰特才是NBA的未来 以上就是本期球学家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球哥的影片就请点点订阅 要想看球不糊涂 订阅球哥不含糊